巴西如来寺日前是获得当地科蒂亚市府的表扬 环保贡献 住持庙佑法师代表来受奖 他说这个奖项是所有巴西佛光人的荣耀 勉励大众未来要持续的推动 西文大师环保新宝的理念 冯黄山如来寺住持庙佑法师 日前受邀出席科蒂亚市议会 所召开的环境与农业委员会议 分享西文大师对环境保护的理念 表扬当地对环境事业做出贡献的团体及个人 妙儿法师代表如来寺授奖 更直言这个奖项是属于所有巴西佛光人 未来将持续推动西文大师环保与新宝 唤醒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意识 那这位是巴西圣保罗综合报道